七歲男童 臉頰上起水泡 還有一塊皮 直接消失不見 不只這樣 連手臂上都有水泡 衣服上滿滿都是 蚵仔的殘渣 家長嚇壞了 來加以體驗烤蚵仔 寶貝兒子竟然被炸傷 太可怕了我不敢再去了 去嘉義體驗烤蚵樂趣 結果被炸傷 幸好沒噴進眼睛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烤蚵業者致歉 未來會加強宣導注意事項 南投媽媽也上網發文 呼籲家長們真的要小心 這才發現不少人遇過 烤蚵仔爆炸的經驗 業者分享烤科技巧 熱帳冷縮烤太久 瞬間壓力開殼就會爆炸 所以最好烤的時候 開口朝沒人的方向 或乾脆拿東西擋一擋 動手烤科大塊躲移 這回男童烤到臉頰手臂 被炸傷 只能說鮮沒烤了 好吃歸好吃 烤的時候真得注意安全 下期新聞廖國聖文會生 再一報導